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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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才我同學提到 化物就是C6SN5 或是H3SN 它吸出在金粒或是金介上 事實上都有 那我們的確看到 本來就是吸出在金介上比較容易 因為它成合比較容易 因為它量也蠻多的 所以事實上在金介裡面也有 那65也是65也會吸出在金介上面 那也會吸出在金粒上面 因為它後來會長蠻大的 所以也會在金粒裡面都有可能 好 那剛才有同學問到說 最後這個 就是這個後膜的UBM 有沒有這個接著層事實上也需要 所以在 像我們在這邊 這個後膜的銅 這邊 目前的製成都要堆成鈦 當作接著層 或是鈦 這個也需要鈦當作接著層 或鈦我只是把它省略沒有寫而已 所以事實上 也都需要鈦 或鈦當作接著層 那我們最後 這堂課要跟大家講解 目前最新的技術 這個是同同接合技術 這是義子接合 所以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下 整個接合的機制 還有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接合的模型 還有最後跟大家講解 如果要接合的比較低溫 或是低熱預算的話 可以使用1.1納米霜氣筒 來做接合 好 那這個是 我們說 焊息越做越小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free chip是 知道吧 一個直徑大概是六七十micron 對不對 那microbump 縮到二十micron 那將來呢 當然大家也希望把什麼 把這個microbump為圖塊 一直再持續縮到更小 但是呢 說到焊息這個說到更小會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你看到後來呢 焊息會量越來越少 然後這個間距呢 越來越近 那事實上 常常要做接合的時候 有時候需要熱壓 或是晶片有重量壓下來 當它很近的時候 因為剛剛有看到 這是在熔熔的狀態下 它就有可能旁邊會什麼 會不一句 我們叫橋接 好不好 那橋接之後 這個就short掉了 這個不行了 就短路了 所以呢 這是製程上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焊息呢 會跑到旁邊這邊來反應 在sidewall這邊 反應 然後會跑到sidewall 形成imc 如果是焊息量很多的時候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就讓它稍微瘦深一點 可是現在焊息量很少 那它就會擴散到旁邊 最後竟然可以把焊息整個掏空 變成短路 變成open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說它會形成 通電的時候會把整個焊息量很少 會變成全部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藉金屬化物的imc 那整個都變成藉金屬化物 藉金屬化物 藉金屬化物一般來講是比較硬比較脆 那這個呢 就 如果是摔到的話 就容易斷裂 然後呢 通電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所謂的多口狀的CV-SN 這個細節我沒有辦法仔細講 那我先去 可以再去查一下 就是PORO CV-SN 就是通電的時候 轉成CV-SN的時候 焊息會擴散到旁邊來 結果這邊中間就變成多孔狀 那事實上intel前年也發表說 他們有辦法把它 萎縮到 本來是直徑20 現在可以萎縮到10 那它用的是一個特殊的UBM 那特殊的UBM 讓它減緩它的焊息的反應 比如說像這個 如果用銅的話你看 就是到 150度C1000小時之後 整個全部變成藉金屬化物銅融解很快 有看到嗎 本來這麼多 哇 融掉了 那如果是 這個是用特殊 這個是用特殊的UBM在這裡 它不會讓它反應 這個特殊的UBM它跟它反應很慢 所以它就可以 所以在150度C2000多小時之後 它還是維持得很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UBM就沒有那麼好 好 所以它可以萎縮到更小 但是呢 即使可以萎縮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即使萎縮 至少業界跟我們講說 即使可以萎縮到很小 最後電阻還是會太高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堆好幾層 八層 比如說現在這個 這個記憶體可能堆八層 以後堆到十二層 那這中間就要這麼多接點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Rectivity 銅1.7 捏6.8 錫12 這個大蠻多 如果你形成IMC更大 所以你形成IMC化物之後 它的這個電阻率比銅呢 還要大個十倍以上 那它電阻就會太大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種高階的 就是希望它電阻小 它的RC delay小 它傳輸速度比較快 就沒有辦法達到要求 所以下一世代 很清楚是 事實上已經用在產品上面了 就是 銅跟銅的 事實上是我們叫液子接合 它不只只有銅跟銅對接 它把銅跟銅對接之後呢 事實上它旁邊有這個 Dial Electric界電層跟界電層可以先對接 所以它把界電層跟銅同時對接 所以它這個叫液子接合 因為它一次接兩種不同的材料 界電層對界電層 在這個Case的話是 SiO2對SiO2對接 銅跟銅對接 那這個接完之後呢 就達到幾乎接近 氣密式的封裝 就是說 你知道焊錫接完之後 還要加Underfield對不對 把它填充保護對不對 那是一種epoxy的膠 那這個呢 一接完之後 旁邊的Oxide就把這個銅全部包住 那根本不需要再上什麼Underfield 而且它這個SiO2主角 水氣啊氧氣啊 的效果都比這個Underfield還要好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萎縮到很小 事實上比如你看這個圖 旁邊的距離就只有1.6micron而已 這個事實上在 這個圖很有可能在10年前就做出來 只是那時候應用還沒有出來 那最近就很需要這樣的應用 所以它的確大家對這個半導體業界 對銅的維縮非常的熟悉 所以 用銅來做接點是一件最好不過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整個最後銅的接點就是純銅很低電阻 不需要焊錫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2016年發表的這個 用在手機的相機鏡頭的CMOS 我們可以用銅銅的分析 對接 那這樣就可以讓Io數很高 然後解析度很好 在去年呢 這個Sony又發表這個 他們可以做到 Pitch接近1micron對接 而且接得非常非常漂亮 銅跟銅對接 上面 旁邊應該也是SiO2對SiO2對接 那這個是剛剛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說 將來CPU也會用銅銅的hybrid bonding 好 那這個接合機制跟剛剛焊錫 我們講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焊錫呢 那個接合方式 就學理上 我們叫做液態 戰態接合 英文叫Change liquid bonding 就是它會把它交到溶點 短暫的時間 1分鐘 讓它產生接合 產生化學反應 那這邊呢 沒有化學反應 事實上都是物理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呢 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有銅跟銅 然後 因為表面有粗糙度的問題 你不管怎麼弄 還是有點粗糙度 所以呢 我們叫熱壓接合 或是說這個又有人把它叫做 Diffusion bonding擴散接合 所以壓到的地方呢 這邊壓力比較大 旁邊空孔的地方 這邊孔洞的地方壓力比較小 所以我們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這一個 旁邊有壓到接觸到的地方 甚至一開始會有縮性變形 雖然壓力不是很大 但是因為一開始接觸的點很少 而且很小 所以有可能有一點縮性變形 所以這邊處於高壓力區 這邊低壓力區 那原子呢 就會從高硬力區 擴散到低硬力區 然後 藉由什麼擴散 藉由表面擴散 一開始是表面 但後來它形成 國人邦德也會國人邦德也擴散 所以呢 這個是邦丁的機制 我們把它稱為 叫 surface creep 表面的淺變 為什麼 因為大家如果你是材料可學的話 就學過 什麼叫淺變 就是你給它一個力量 假設是壓硬力或張硬力 小於它的降浮強度 但是你在高溫一段時間 它也會變形 這叫什麼 creep 叫淺變 那這個是藉由表面的淺變 所以我們叫 surface creep 然後呢 那是同跟同對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用在實際的產品的話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構 它的機制又是什麼 用在實際的產品的話 它會是這樣的結構 就是它會是在旁邊都是 oxide 一開始會做一個 Veer 然後做個 Veer 之後 它會把銅填進去 銅填進去之後呢 它會做 CMP 把它磨平 我們先看到後面 165頁這邊 先解釋一下這個製程好了 一開始呢 我們在上面度一層 oxide 當然通常是要低溫 它通常是 PeCVD oxide 完了之後上光組 上光組 定義出我們要的 Veer 然後 Etching Oxide 把 Oxide 吃出來 吃出我們要大小跟深度 然後呢 度太 Ta 這個 Ta 是接著層 又是擴散組上層 防止銅擴散進去 然後呢 因為後續要電度 所以要度一個銅的金種層 度上來 所以完了之後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做一些 當然線路啊 或是接下來要度銅 把銅度上來 銅度上來 就會度超過 超過一點點 這樣把它填滿 填滿之後 我們會做 CMP 就是化學機械研磨 把它磨平 就會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磨平呢 就需要注意的就是 待會它磨平是 什麼樣的 profile 如果按照正常狀態下 這個 Veer 比較大的時候 它需要有點凹進去 有點陷下去 為什麼要有點陷下去呢 這個陷下去我們叫 Dition 或是 Reset 就是說 在磨的時候呢 最後 這個我們叫Dition 就讓它有點凹下去 像盤子一樣 或是讓它有點凹下去 我們叫 Reset 為什麼 因為銅的這個盤子 比較大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你要讓它低一點 但是這個低呢 當然不是像這個施液圖這麼低 為什麼 因為我只是畫施液圖 讓大家知道 這個大概要低多少 低幾奈米而已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你要低幾奈米 這個要控制非常難 而且是12寸 Weaver 每一個 Veer 都要控制得很好 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呢 這個機制是這樣子 我們是接近室溫的時候 把旁邊 Aside跟Aside對接 那Aside呢 跟Aside對接事實際上 還蠻好接的 為什麼 因為通常會把表面呢 做成海螺Phylic 清水性的 然後呢 讓它對接 接起來之後 再升溫 這時候是要加壓 那接下來呢 我們升溫的時候 因為 同的熱膨脹係數 大概16.6 然後呢 Aside熱膨脹係數 比較小 當然 這個PCB的Aside 稍微大一點 我們假設5.6好了 應該是比5.6再小 所以我們升溫的時候 同的熱膨脹係數 比Aside大 它就會膨脹 只要讓它膨脹量夠的話 它就會互相頂住 然後就會產生 自己產生壓力 這個壓力就造成它 可以自己去結合 所以這個很漂亮 你知道嗎 就像我前天講的 熱膨脹係數 常常讓人家很頭痛對不對 我們上次說 會讓刺片彎曲 對不對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用 熱膨脹係數差異 來做到它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當初想出來這個人 真是 我是覺得佩服他們 很聰明 而且呢 這時候不需要額外再加壓 那為什麼 這個就漂亮在這邊呢 有一個bund 很貴的機台 就一直到這邊壓著 那你產能就出不去 所以它只要一開始壓一下 這個加完之後 就送到後面的疏鬆袋 就什麼 就升溫就好 就有個Oven在那邊加熱就好 加熱的時候呢 這個就自己產生內建的壓力 自己結合 最後這個就打糖結合 當然你旁邊的Oxide 就會受到髒硬力 會被它頂開 但是你就要旁邊Oxide的強度要夠強 好 那這個可以簡單算一下 我們需要 就是磨多低的Reset 或是Dition 那這個ΔαL 0ΔT 這個上次講過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厚度大概是2μ 然後溫度是300度C 跟氏溫的差異 然後這個是Δα 所以你看如果是300度C的話 那我們從氏溫上300度C的話 它銅會膨脹超過C 可能大概6.4nm 6.4nm單邊 6.4nm 所以這個我們會超過它6.4nm 所以我們原則上呢 希望它超過一點點 讓它有足夠的壓力去碰到 然後就自己產生內建的壓力 來達到結合 所以這個是 hybrid bonding的一個結合機制 但統統的結合機制還是一樣 就是因為 只是它 上面講的那個圖是外在的壓力 這只是內在的壓力 所以它結合機制還是 surface creep 來做 好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12寸的晶圓 然後你每一個V 它都這麼小 那大概12寸晶圓 絕對是上百萬個 或是上千萬個 這樣的V 你每一個都要磨 那個銅比旁邊的 outside 小幾個奈米 那這樣太難做了 知道嗎 非常難做 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幾個公司可以做 台積電是其中之一 Sony 那技術門檻非常高 不像漢習那麼forgiving 為什麼漢習你對不準 你知道嗎 還可以融化自己把它拉準 這個你知道高低差一點 就不行了 那你對不準左右差一點 因為它pitch一個麥孔你也不行 所以這個是高精度很難做到的事情 那大致上我們把它分成這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表面會接觸 然後產生塑性變形 那第二個會形成什麼 我們這個擴散的過程會讓這個void漸漸變小 然後達成結合 那也會形成 界面會形成grande boundary 然後第三階段比較特別是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IMC一樣 大的會把小的吃掉 那我們在這裡 大的void會把小的void吃掉 也會變漸漸的聚集 好 所以呢 一開始會表面擴散 後來是表面擴散加 經界擴散 在那邊 因為形成經界了 那最後呢 幾乎是grande boundary擴散 好 這個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們有提出一個model來解釋就是說 我們假設這個表面 是一個這個sine wave 類似這樣子 一個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 假設一開始 假設它很簡單 它是一個單一接點 那接點之後呢 你漸漸壓它接合 就往外擴散 這個體積被壓往外擴散到這邊 把這個gap填滿了 最後完成接合像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用這樣一個model來解釋 希望可以得到一個 比如說可以預估接合時間 那這個發表在這邊大家有興趣去看一下 不過因為新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仔細解釋 那最後呢 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把一些 相關的參數帶進來 比如說可以連結到表面的roughness 然後最後的 我們假設 界面95%的孔洞被消除 那只有剩下5%孔洞的時候 大約 那我們可以得到這個 需要bonding的時間 大概是這個係數 乘以一個 這個角度 或者maximum 然後 重點是它跟RQ的6次方層正比 那 所以跟表面的粗糙度很有關係 你跟它6次方層正比 還有擴散係數 那這個擴散係數 看什麼階段 如果表面 一開始是表面擴散 後來是表面加境界 最後面是境界 所以這個一直在變 然後有溫度 有壓力 所以 這個示意圖 一開始 有這邊接觸到 這裡一開始 後來形成境界了 那開始形成境界之後 原子要從這裡 繼續擴散到這裡 把這個孔洞填滿的話 就要透過 Grain boundary 加Service 所以這個就是 漸漸的把它 這個 形成境界 最後形成孔洞 然後這個孔洞 到最後還會再大的 把小子吃掉 好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估計 就是說 如果按照我們以前的 實驗的數據 把它帶進來 就是 如果是用 Grain boundary的擴散 在300度C 大概要27分鐘 如果Roughness 是 3奈米的話 那 這個我想跟實際上 也差不多 可是呢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用111的表面擴散係數的話 銅是11 它表面擴散很快 那 你看它表面擴散 比Grain boundary快 將近 大概四個order以上 四個order左右 那它的結合 時間就會小於一秒 一秒就可以結合 因為銅11擴散很快 好 那事實上這個 當然是假設它是完美的11表面 才有可能達到這樣子 而且沒有任何的氧化物 然後雜質這些 那實際上呢 我們有 有做實驗 10秒可以達到這樣的結合 所以 事實上是有點接近 好 那這個是用剛剛預估那個 model來 預估時間 好 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今天在 這個不同溫度下 當然你可以看到 溫度越低 接合時間就越低 越短 那 同一個 溫度 然後表面的 roughness 越低的話 這個 時間 接合時間會大幅下降 這個是因為它是六四方的關係 好 那用Grain boundary 跟表面1 表面擴散係數 差異是很大的 就是說 Grain boundary的話就是 就是幾十分鐘 或是用小時計的 那 如果是用表面的話 是用秒計的 所以這個我們最後會大概看 我們可以用1-1表面來接合 就會接得比較快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 會 一些關鍵的因子 會影響 就是統統接合的 包括什麼 表面粗糙度 剛剛講的 跟它大約 死的六四方層正比 還有表面是不是乾淨 有沒有Oxide 有沒有活化 還有呢 表面的方向 就剛剛講的 如果FCC的話 1-1擴散最快 還有Bundin pressure 當然就是 這個很容易理解 越大越好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 現在的晶片 沒有辦法承受太大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很多Low K材料 所以你大概沒有辦法承受太大的壓力 大概幾個MPA 好 那溫度越高也接合越好 但是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太高溫 為什麼 因為有些材料 有些元件 你升溫 它裡面的多盆會再擴散 對不對 它你原來的設定那些元件的特性就跑不見了 所以像Memory就有要求說 大概希望可以小於220.83以下 那最後還有一個Grain Bond的Grain Size 為什麼 因為最後會跟表面的擴散 路徑有關係 會有境界擴散 所以如果今天 如果你Grain Size比較小的話 它一開始其實能量狀態比較高 它容易結合 而且界面容易消除 這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EVGE他們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基台的設備商 他們發表論文 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統計一下 這個表面Roughness對什麼 最低接合溫度的影響的確 這個是我們把Roughness下降 溫度可以從300多度降到 如果有CMP的話 可以降到甚至100度C以下 所以我們可以的確看到這個Roughness 影響很大 這個也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Roughness很小的話 你一開始形成的孔洞就很小 所以你要把它結合擴散 就比較快 那這個是 日本的Perset Suga他們做的一個實驗 它在Bunding這個領域是世界有名的 那他們就 他們在1990年就已經做 開始做這個Bunding了 那他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用 提出用所謂的Surface Activated Bunding 就是SAB 就是表面活化 它在裡面呢 就是在真空裡面 圈本裡面 用這個Plasma 把污染物打掉 並且活化 就是這邊的這個原子 然後呢 最後 可以達到低溫結合 好 那他們可以做到 這個1990幾年的時候 就會可以做到 比如說 這個是Bump to Pump Bunding 還有 Bump to Fim的 Bunding 那都可以在滿低溫下 100多度就可以結起來 甚至它有辦法做到室溫的結合 如果可以磨到非常平的話 或者是說我們這是可以用 我們叫Fly Cut 用個鑽石刀片把這個Bump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同的結構它把它切開 切完之後呢 切平 事實上把它削平 削平之後 它在這個對接 那這個 不過這個就是比較大的 才有辦法這樣做 那這樣做 做有一點 因為削平之後 你會把表面呢 做一個塑性變形 然後表面會變成細菌力 然後有塑性變形 你在接合的時候容易產生氈結晶 然後就可以結合 好 那這個是用一些酸 去把它做表面處理 那就可以達到 120度C到180度C的結合 就可以接起來 那它這個是用 這個 用Fly Cut 就是用一個鑽石刀把它這個 切平削平的方式 那削平的時候表面 剛剛我講的表面就會 這個Bump就會 就會 精力就會受到 Damage 塑性變形 它的能量狀態比較高 就比較容易結合 好 那另外是這個 陳冠老師 他可以用 就是表面度一層 Perservation 比如說表面度金 或是度銀 或是度PD 然後 就讓銅比較不會氧化 然後就 也可以達到低溫結合 所以像他們可以 做銅銅結合 然後用鈦 用金 都可以達到100多度的結合 而且就是電信也還不錯 可靠度也可以通過 好 那這裡我們最後會提到 我們如果用 一一表面來做結合 如果銅呢 都是把它做成 一一表面這樣結合 會比較快 然後這個是 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說 一一 是罪面堆積面 銅是一一 是罪面堆積面 它的 如果我們去算它 表面的這個 就是面的密度 大概91% 那你看相對於 一一零 它的面密度是 畫起來是這樣子 只有55% 所以你如果原子 在這裡擴散的話 會凹下去 突出來 比較容易 被卡住 比較慢 那在這個相對來講 比較平的這個表面 它擴散會比較快 好 那這是根據 這篇論文 算出來的 那個表面擴散係數 如果在200度C 銅呢 一一表面 是 9.4乘以10的負6 但是在一零零跟一一零 都到10的負9 跟10的負11 你看這裡差個 將近四個order 幾千倍到幾萬倍中間 好 那我要特別強調說 一一表面 如果這是但 這是完美的一一表面 沒有任何傾斜 沒有任何氧化物 好不好 沒有任何污染 它可以非常快 這張這個快呢 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FCC的金屬在液態下 也是大概使得-5左右 這個已經接近使得-5了 所以它等於在一一表面擴散 是接近在液態下的擴散 那另外一個呢 銅 一一表面也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剛好前天有講到 一一表面剛好是什麼 Dangolin Bound比較少 對不對 配位素是9 那它的氧化 它就比較穩定 它氧化數據就比較慢 所以你看 銅 如果是一一表面的話 在200度 其實兩小時 90奈米的氧化銅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銅的話 是100多奈米 所以大概剩兩倍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做完之後 送進chamber 然後 當然進chamber 有可能再清潔 再打plasma 把表面氧化物打掉 但是 銅 如果你用一一表面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氧化 好 那這篇入文是 智越光跟程大發表的 他們 就是有講到 他們去看 如果是用一一表面的銅 跟一一表面的銅的話 他們的 這個一直接點 是什麼樣子 就是說 他們可以把 一一銅跟一一銅 對接 然後這個是EBSD 就是藍色就是一一 所以這一區都是一一的銅對接 他可以在200度C做結合 好 然後 這我很快帶過 然後他最後發現說 這個 到250度C 他界面會開始有精力成長 讓他界面接合得更好 到300更是就是說 這個精力成長都已經長過去了 那這樣當然會有注意整個 最後可靠度會更好 接點會更強 好 那這個是Xperie 就是做 通通接合 很有名的廠商 再加上Lamb Research 他們合作的 發表在2022年ECTC 他們就比較 這很快跳過 他們就比較三個 微結構 這是標準的銅 大金粒 好不好 一一的納米雙金銅 這是柱狀金 那還有Fine Green Copper 就是矽金粒的銅 這矽金粒 他們就做比較發現 就是說 接合溫度大概都可以接起來 大概是180到200多 這樣都可以接起來 好 那 差異就是說 如果去看這個 這是他們的電阻率 就是如果Fine Green的銅 它的電阻會稍微大一點 好不好 那標準銅電阻最低 但是它需要比較高溫才能接起來 然後 納米雙金銅比較低溫可以接起來 它電阻率也接近這個標準的 大金粒的銅 好 那 這邊是用 電鍍的一一的銅 像這個 我們可以電鍍出柱狀金 好不好 用DC 用直流電 然後度率大概一分鐘一micron 那可以度出這個柱狀金 然後如果要接合的話 我們要把它做表面 拋光 這個拋光當然是會用這個 化學機械研磨的拋光 那你看拋光完之後表面會很平 那這每一顆金粒呢 幾乎都是一一表面 擴散比較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乎 表面都是一一一表面的金粒 好 然後就可以在 150度C對接 所以以前大概要300度C才接起來 我們可以在150度C 把它接起來 那介面 不過介面還在 那有一些孔洞 那孔洞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 它最後就會 沒有辦法消除 但是只有5%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它不會影響電信太多 好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測它的 機械性質 它的 比如說 減力強度 那我們就把一個薄末 接在一個bump上面 這把晶片拿掉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推這個單一的bump 大家這樣可以測得 它的強度最準 所以你看 接完之後有一個介面 你一推 脆斷 200度C 然後250度C 介面還是 有一點點小的 精力成長 但是不多 你看推了之後 它還是脆斷 但是你這裡有看到一些 碩性變形 那到300度C 它的介面結合強度就更強 那一推是壞在這個 銅上面 介面就很強了 所以介面這時候已經比銅的強度還強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加到300度C 你看精力成長 這個上面的精力跟下面的精力 長成同一個精力了 那這樣的話 介面強度就更強了 那它的強度可以到 可以到100多mPa 所以這個是在不同的溫度下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溫度結合溫度越高 它有精力成長 最後它的這個強度會越高 會從70幾增加到150幾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介面的孔洞 介面的孔洞就是我們要切 這介面我們切一個平面的tm 上去 感謝鴻康科技幫我們切這個 這一個四片 它可以切得很準 就切到這個介面 然後把這個四片拿出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 plan view的這個孔洞的分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孔洞的分布 事實上它就是有很多分在經界上面 然後大概是 算叫這個面積大概是5%而已 所以大概是95%是有接到 最後5%是孔洞 所以5%是孔洞 那這個事實上不太會影響電信 跟其他可靠度 好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hybrid bonding的 這是整個一直接點的這個性質 電信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到這裡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做製程 把這個carp的這個vear 有一點點reset or addition做好 那我們當然就再另外一個 要量電信的話 需要再做第二個下面的這個晶片 那下面的晶片需要再做一層 所以再做一層的話 同樣的製程再做一層 然後最後 有這個 有一個RD 有導線 有一個bump 像這樣子 好 我們再把兩個對接 對 那這個直徑大概是8μ 好 那這個是用waver to waver去接的 那接完之後這個是 感謝工業 幫我們就是做這個試騙 他最後做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晶片H 再對準H出來 把這個pad露出來 我們就可以量電信 好 那這個是 就是 在VIA 度這個 11nm酸心筒的情況 如果這個是直徑8μ的話 我們可以度到 中間大部分都是11nm酸心筒 但 周圍這邊 圍圈不是 好 那 這個百分之78% 是11nm酸心筒 這樣表示說 我們還是可以 擁有這個中間 這邊還是有高擴散速率 可以去做接合 表面擴散速率 那我們去量一下AFM 就是量它的Roughness 那還有Ditchin 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說這個Ditchin大概3奈米 控制的蠻好的 好 那最後再去做接合 接合就需要 如果加一點水 然後 壓力很低 大概1.6mPa 好不好 那最後再加一個退火 因為要讓它的這個 Aside強度更強 好 那我們在這裡也有設計一個 類似這樣 我們叫CodeSpar的Structure 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導線 那這邊有一個導線 所以我們可以量這個 介面的接觸電阻 那這個是接完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是Oxide 對Oxide對接 然後銅對銅對接 這是介面在這裡 那這可以在200度C下接合 1.6mPa 1小時 然後還要做Post-Lending 4小時 那這樣接起來 這個接點性質蠻好的 好 我們去量一下電性 這個電阻還蠻穩定的 那隨著溫度 也是線性的 這是TCR 這是正常的 也還算穩定 那 最後我們可以算出這個接觸電阻 接觸電阻 就是它量出到電阻再乘以接觸面積 那 這個最後量到的 這個接觸電阻 是 1.2乘以10的-9 或是0.12乘以10的-8 這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們跟其他 論文發表比較 發現我們這個可以做到最低 那為什麼 因為 銅的氧化 比較少 然後再加上它的擴散係數比較大 所以容易 完成一個好的接點 好 那後續也可以把它 長成大精力的一個接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精力的接點 我們希望 剛剛看到如果它可以長成大精力的接點 它的強度 可靠度都很好了 那奈米酸金桶有個特點是 我們把它加熱的時候 它會大精力成長 所以最後呢 這個就有點像是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 類單筋 就是 這邊整個接點都長成大精力 這為什麼 因為這個奈米酸金桶 本身就有這種大精力成長的優點 它可以側面長很快 上面長很慢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篇論文 那這個就是 它有個叫一方性精力成長 那它容易讓這個桶長大精力 好我想最後 我想我用這一篇這個圖表來做結論 那我們今天就特別跟大家介紹 整個封裝的眼鏡 那包含就是wire bounding 這是目前用量最大的 最簡單的 可靠度也蠻好的 這是事實上沒有辦法做太多IO 就是input output的這個接點 那TAB是用在這個 比如說 它是可以捲帶這東西很容易 彎折 然後很輕的 然後這個是用 金跟錫的這個共金接點 那附金封裝 這是用焊錫去做反應 所以這個是 傳統的封裝 那 所以我們今天也跟大家介紹幾個 很重要的先進封裝 比如用microbump 好不好 用fane out 用桶桶接合 那 這個目前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以後整個高階的產品 要有很好的表現 不只靠金片要做得好 封裝也要做得好 才有辦法讓它整個表現做得很好 那所以我們說 這幾個是先進封裝 那以後在整個封裝業 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好 那我們今天就停在這邊 謝謝大家